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四章 历代之下第四章总共有22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圣殿内的器物 我们先来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第一段是1到6节 这段内容讲到祭坛和铜海 以及十个盆 第二段是7到10节 再加上19节到22节 这一段内容在讲圣所内的灯台和桌子 金坛以及其他别的器物 第三段是11节到18节 圣殿内剩余的工作 像柱顶400个石榴 盆和盆座 铜海的12只牛 盆铲子和肉叉子 在《猎王记》中 与本章内容平行的记载 是记在《猎王记》上 7章23到51节 大家也可以回过头去参考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18节到20节 圣经这样说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 铜的轻重无法可查 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柄的桌子 并精精的灯台和灯盏 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上一章 也就是第三章中 历代志的作者描述了 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建筑方面的细节 到了本章 作者就讲了圣殿内 以及重要设施和器物的建造 我们知道 所罗门的圣殿 照摩西的会幕要大很多 所以在硬体的建筑方面 规模和尺寸都放大了 同样在一些器皿方面 规格也增大了 而且数量也增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六节 外院中的祭坛 铜海和十个盆 在历代志的作者的描述中 人们第一眼看见圣殿当中的设备 就是那座大大的铜制的祭坛 这就是第一节 它的边长有二十轴 也就是十米 高达到十轴 也就是五米 由于它比较高 所以设有台阶 可以让祭司上去来献祭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 还有以西节书的四十三章的第十七节 祭坛明显的是被放置在圣殿的前面 应该也就是在柱子的前面 所以人们一进殿的院门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高大的祭坛 大家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六节和二十九节 如果说祭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高大 那么第二件器物就以它的宽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这便是铜海 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 它的直径达到十轴 也就是五米 高达到五轴 也就是2.5米 它的圆周应该是三十轴 也就是十五米 但圣经学者们告诉我们 这里所说的三十轴 也就是十五米 是指着铜海的内缘周 而不是外围的数据 铜海这个巨大的器皿 其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轴就有石瓜 共有两行 这表示工匠在做工的时候十分精巧 因为是在驻海的时候就驻上去了 这个大大的铜海 有十二只铜牛来驮着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铜海驮在牛身上 牛尾朝内 牛头朝外 按照我们今天的想象 这些铜牛必定是被铸造的十分的坚固 因为这海足足有一掌厚 大约有三寸 这个巨型的器皿若是盛满了水 它的重量是相当惊人的 历代志告诉我们说 它能装的水达到三千霸特 三千霸特相当于一万七千加仑 相比起猎王纪 猎王纪上的七章二十六节说 它能装的水是达到两千霸特 所以就比历代志所讲的重量要少 一般认为两者描述的差距是指 历代志所讲的是这个铜海 盛满水的时候的容量 而猎王纪所讲的 是它每次盛水的实际容量 所以可以说猎王纪作者所观察到的 就是铜海每当在盛水的时候 都只是成了海的三分之二 我们一般在看到关乎这个铜海的描述时 就知道它乃是摩西会墓 院子当中洗浊盆的放大 那为什么叫铜海呢 一般从灵异的角度上联想 它应该是象征和表明着 神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 就是从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的水 创造出有序的世间的万物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创世纪一章的二节 九节到十节 另外在圣经当中 海也是圣经作者所描述的 一个重大主题之一 神的全能荣耀是超越和驾驭在海洋之上的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八节 诗篇七十四篇第十三节 还有七十八篇的十三节 一百三十六篇的第十三节 所以从灵异的角度上 最好的理解就是 铜海给了所有敬拜的人 一个重要的提醒 那就是伟大的神 在一切的事上掌权 特别显明在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伟大拯救经历上 按照第六节的描述 他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功用 就是提供清水 给祭司来洁净自己 那这一方面 就正将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洗浊盆的功用 在这里显明出来了 祭司们在洁净自己之后 他们会预备献祭 而保持自己的自节 除了铜海以外 索罗门又另外造了十个盆 我们知道在摩西会墓中 只有一个洗桌盆 可是现今在索罗门的店 又增加了十个盆 这十个盆 五个在铜海的南面 五个在铜海的北面 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右面和左面 如果说铜海是为了祭司们 要在献祭之前 洁净自己沐浴来用的 那这十个盆 就是为了要洗净 作为献藩祭的祭生来用的 《猎王记》上的第七章三十八节的地方 又讲了一个细节 那便是这里所讲的盆 每一个的容量都达到四十八特 这个重量是两百三十加轮 按照我们今天的想象 这盆也是巨大的 不单单能装载下 被献为寄生的山羊或绵羊的体积 甚至是一只成年的牛 也可以装得下 大家在读到第一段时 要特别注意 以圣经的作者所描述的 祭坛和铜海 他们的高大和宽大 另外就是十个盆的树木 按真理来讲 其实所罗门的圣殿 因为是要满足大魏的心怀 乃是要为耶和华神的约会 建造一个安息之所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都会认为 摆放约会的位置 也就是至圣所 才是所罗门所造的荣美圣殿的核心 这是不错的 但是重要的真理是 圣经在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约会之前 先带我们举目 仰望了 所罗门为他的圣殿所造的 那高大的 巨大的祭坛 拿我们今天 表达救恩真理的角度来讲 祭坛 就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中 主耶稣所说的 他乃是羊的门 所以祭坛 就是旧约的时候 人们能够亲近 那住在至圣所 并坐在两个基督坡中间的神 所必经的门户 人们若不通过同祭坛 就无法进入到圣所 大祭司也无法在一年一度 赎罪日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 他就像我们今天 若不靠赖神的儿子的救恩 无人能够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亲 所以这真理 在旧约和新约当中 都是一贯性的 摩西会幕当中的物件 器皿 表达着什么样的灵意和真理 所罗门圣殿当中 所有的器皿和物件 也表达着同样的真理 所以就让我们知道 在神那里有一条路 这条路是我们可以得救的路 也是我们赖以与神亲近的路 这条路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过 所以愿你我今天 若要来到神面前 那就都走这一条路 你会不会让我来到我 怎么办 我今天就会不会让我来到我 再来到我 我们下来到我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